每一大高速事故惨例,又是几十个家庭破碎心痛至极,我和老朋友决定我们今后这么做。 第一就是出家门尽量选择动车和高铁,不做驾游,长途跋涉就是人劳累不缩,还有很多未知的因素非这个人力所能够左右的。 第二就是全家人不坐同一台车,不搭乘同一架飞机,今后出门尽量将人员分散的安排。 第三就是开车的时候提高专注力,提前预判前方的一个情况,因为事故在一瞬间就发生的。 第四就是不去或者少去凑那种假期高速免费的一个热闹,不贪图这种便宜,免费带来的就是人潮汹涌的一个代价,堵车塞车都是一个常态。 遇到危险不能够快速的一个通过,往往都是多部车的集体的一个壮力。 第五就是多学习一些有关开车时遇到各种突发状况的一个应急自救的一个知识,一旦遭遇这种危险了,能够快速的反应冷静的应对,尽大可能的降低这种伤亡的一个风险。 不知道大家对此路怎么看呢,大家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说的对不对呢? 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下您的看法和高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